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先生小姐 我們有請張部長 張部長 徐元好 我比較挑剔 我每次來都是會針對你的條文的一些毛病 來提出來 有關於這次我們是要 單一窗口 這個 單一窗口 我們在第十條之一 第二項要求官路人員 有保密的義務 但是第一項我們看到 我們的單一窗口 除了官路也有港務 也有檢疫 也有檢驗 有四種人員 有四種人員 但是我們卻只對官路人員 可以保密義務 那根據這個條文下去的話 那個港務人員 檢驗人員 檢疫人員 他們也會牽制到一些商業機密啊 報告委員 他們要不要保密 這是講資料 沒有那些人員 人員講的就是 我們關稅法規範的就是海關的官務人員 他對 因為將來官港帽單一窗口 one stop one stop就是 一起工作嘛 對不對 他資料 他透過網路 人員沒有來 透過網路 資料都送到海關了 所以我們海關的人員 一定要保密 但是他們這些人員 也會接觸到這個資料嗎 不會嗎 也是會啊 他們各 對 他們自己資料本來 公務員本來就要保密了 他各自的保密 我們只是說 你外面的資料送到 那這樣的話 你第二項就沒必要訂了 第二項 你說 公務人員本來就要保密 那這樣為什麼 你要特別對官務人員做這個規定 有這樣的規定是比較好啦 因為 過去 我們沒有外面的資料來嘛 那單一窗口以後 有交通部的資料 你既然成立單一窗口 這四種人都會牽制到這個機密 保密義務都要一樣啦 都一樣啦 否則就會成為 沒有錯啦 但是因為我們關稅法沒有 沒有辦法規範到交通部 規範到經濟部啦 所以為什麼說 這成立單一窗口的困難點 就在這裡啊 是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去協調 這四種人員裡面 其他三種也都要保密義務啦 或者還是沒辦法落實 這一個 國際公約的要求啊 是 保密我想是一定要保密的啦 我們只是 在這因為我們 我們執掌的關稅法啦 來加強關務人員啦 我知道啦 我只是跟各位講說 我來自有準備來了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這個保密義務要 都要補起來 第二個呢齁 我要請問您有關於齁 這一個 我們五月一號就有 這一個 六大 報稅的措施嘛齁 是 有一點我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 父母養子女有扣扣除耳 那 爺爺 奶奶養孫子女呢齁 卻沒有扣扣除耳啊 他經濟能力會比較好嗎 這樣啦 委員 大概 我跟委員報告 大概 裡面有幾種情況啦 第一種情況就是 有 父母 有父母的 第二個是 沒有父母的 那有父母的裡面 分有工作跟沒工作的 那如果說 有父母又有工作 只是他稅率比 主婦低 譬如說我的兒子的稅率比我低嘛 就要把他的子女給我報 來規避租稅 這個是不可以的 那這是規避不行啊 對 但是現在有很多父母是離異的 那兩個都不養 丟給主父母呢 如果父母沒有工作 或者離異 或者沒有工作 生活能力 孫子要給主婦養 我們要來修法 那個應該是 一定要修啦 應該合理 部長你這樣人數有多少啊 我相信會越來越多啦 因為離婚率越來越大嘛 沒錯嘛 是 單親家庭也越來越多了 對 所以 現在養孩子又重 啊 夫妻常吵架 啊 賺不到錢 憑賤夫妻百事啊 一天到晚吵架就離婚了嘛 離婚誰也不願養啊 不願養就丟給 阿公阿嬤嘛 對 阿公阿嬤都已經 自顧不暇 還要養孫子 你要跟他 又不給他扣除兒 所以我沒辦法理解這一點啊 這一點 部長您承諾什麼時候要修法來 其實我已經交代 我看到報紙上揭入 我就已經交代付稅署 要趕快來修法 我說這個 祖父養孫子 如果是父母沒有規避租稅的嫌疑 那個應該要讓他減除的 因為他納稅能力已經降低了嘛 現在很多呢 是是是 我在中南部真的發現很多這種情形 所以 您有沒有這個 一個deadline 要修法的時間能夠定出來 好啊 我們看看下個會期來 下會期送進來 是是是 來修法 那這樣是功德無量啦 好 那另外 這一個 小額退款全都退 在技術上要怎麼克服那個退款 我們盡量 我們盡量用轉帳 就要納稅人喔 填他的帳號 這樣就沒有什麼成本 盡量用轉帳 如果沒有轉帳的話 看看他能不能來 來領 不然的話用掛號信就 比較貴 對 那有沒有辦法強制他用轉帳 我們現在不能強制啦 但是我們會富裕 希望納稅人配合 因為他 報稅也轉帳報稅 那 退稅也可以用這個轉帳 盡量用轉帳 就方便一點 所以應該要轉帳啦 是是 要盡量去推轉帳 對 這就沒有成本 當初會考慮兩百元以下不退 也是因為成本高了 那如果說既然已經決定要退了 我們就呼籲 希望盡量用轉帳 不然你想想看 我搭個計程車五百塊去拿兩百塊退稅 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根本就不合效益嘛 是是 所以可能用電子轉帳方式會比較方式 是 那麼軍教人員薪資恢復科稅 大概也可以增加多少 一百五十億 對 大約一百五十億 是 那現在 對國家財政的負擔減少 有沒有實質上有減少 這個是沒有幫助的 因為當初恢復軍教科稅有條件 就是說這一百五十億用來改善 軍人的待遇 或者教資源的教學環境 教學環境 的終點數 是是是 所以所以說也沒有增加嘛 是是 好 那麼 這個 護養親屬齁 不再有年齡的限制 只要在校就學 或是無謀生能力 就是護養親屬可以扣除嘛 那什麼叫在校就學 就是在學校讀書啊 空大包括 空大、社大 在不在裡面 其實他如果念空大 如果他有工作 有所得 他是不能被扶養的 如果沒有被所得 是可以的 那 如果他讀空大、社大 但是他沒有所得 對對對 被扶養 這樣是可以的 過去我們是二十歲以下 六十歲以上 那二十歲以上呢 一定要就學 那政府立案的補習班呢 補習班好像不在這裡 不在裡面嘛 對對 那無謀生能力你們是怎麼樣來認定 就是沒有所得啦 就是沒有所得嘛 對對 好 那最後一個 這個 長照的醫療會 可以讓入擴除額嘛 是 那包括合法的中醫 中醫的醫療會 如果有診所這些都算 有開診所 有健保啦 這些收據都算 連中醫也算 對對對 現在 那個洞很大 有些人身體很好 有些人身體很硬朗 他還是去看中醫要更好 但是 身體健康 其實就不需要 不需要 吃藥啦 那 問題是中醫很多是 知影補陽 讓你更強壯的 那你們怎麼樣去做一個區分 就是要有合法的憑證 有立案 這些 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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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立案 那有合法的憑證 這些我們都算了 應該是我們 人類身體功能的不正常 使他正常 才是醫療啦 這我們在法學上是用這樣來建立醫療 那你如果本來是正常要更強壯 回復年輕的青春 那當然是不行啦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把關啦 是 因為 你連中醫也納進去的話 很多老人家他真的會 時常去看中醫診所 要合格的診所啦 合格的 大部分嘛合格的 但是你可以很容易就去 那邊讓身體 進補啦 那進補也要來納扩除 我覺得可能不好 是 那 那 部長能不能說承諾我們在這裡 在把關的時候 對那種 所謂醫療會 做嚴格的篩檢 啊 沒有錯啦 我們醫療費現在 醫藥費嘛 就醫藥費 中醫診所可以嗎 一定要 一定要 委員報告 那是委員剛剛那個 垂巡的是屬於醫藥費的部分 跟那個長照 實際上是有一些區隔 實際上我們的衛生署 那個 他對這個醫藥費的那個內容跟項目 實際上都是有把關的 有把關啦 是 因為我們現在稅一直減 我都很擔心 我們現在稅出稅入差三千億 我們都要留給下一代不行啦 那我們現在找到一些本來不必開立發票的一些 這個商店呢 例如台大門口那個台衣牛奶嘛 台衣木瓜牛奶 現在我們要課 營業稅嘛 那 像這種全國 原則在以實施的話 大概可以增加多少稅收 報告委員這個我們沒有估算 因為我們不是要全面實施 我們只是有一個法源給我們 國稅局看到這個根本有能力去開發票 他不開 我們就核定他 有一個法源 不過要全國實施比較公平 這全國其實很多這種店 這個我們請國稅局來關 我們第一個規範 我們要開園嘛 是 因為他畢竟 這個營收情況這麼好 不繳稅不公平 是 那我們都對那些弱勢來科薪之所得 那對這種店家 因為現在開店的 在台灣非常多 很多在這個機關行業被裁員 他就自己開店了 那也有一些滿成功的 是 那所以我們稅源可能要從這裡去移轉 所以 我認為這裡可能要 多加強 謝謝 那我們不能只對台一開刀啊 對不對 不會啦 我們就是說 我們就說 在陸續 陸續觀察 事實上已經核課了 我 據我了解已經有三百家了 三百家 我們應該全國沒有歧視的來進行 那最後呢 關稅啊 剛才李同好總召說認為 關稅他不知道做什麼作用了 對我們台灣這種小型開放經濟體 關稅其實是有促進出口的作用 等於說我們限制進口 其實我們增加生產而提升出出口 所以其實有他的作用在 所以我不認為我們應該要把關稅全部都要免除 不會啦 目前全世界沒有關稅的國家也沒有啦 沒錯啦 對 只是高低而已 我們也已經差不多是低關稅了 台灣這樣的國家 現在還需要有關稅啦 所以我們最後 來跟部長做一個報告這樣子 好感謝 謝謝 謝謝